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一個禮拜我們要上的一個課程 那在這禮拜的課程裡面 我們主要是要繼續講 跟大家介紹第七個單元的一個部分 這個單元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 array的一個原理 以及它可以解決問題和相關的一個應用 那在這個單元裡面大家會學習到說 array其實也是一個指標的一個形式 可以用來做function的存取 所以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就會稍微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上禮拜所跟大家介紹過的 讓大家先有一個印象之後 那我們再繼續這個禮拜新的一個內容 那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說 怎麼樣子去宣告以及使用一個array 然後以及這個西語言怎麼樣子去把這個array 可以以指標的一個方式給實現出來 那待會大家就會看到把它變成一個指標 它方便的一個地方 那要存取這個array裡面的元素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把它使用用下標的一個方式 subscribe 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要存取第幾個一個陣列的一個元素 那並且對它做一些處理 譬如說像是用一些for loop的一個部分 來給它初始值 那有初始值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把這個陣列的一個內容 傳給function去做進一步的一個處理 包含像是搜尋或者是排序 甚至是說我們這array也不一定 就只是一維的而已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比較大的應用 譬如說像是表格 這樣子 例如像是 如果我們要實現一個99乘法表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 把這個陣列宣告成一個多維的 譬如說是二維度的一個陣列 那待會大家晚一點的時候 大家也會看到這個要怎麼樣子來做使用 如果我們同一個 同一個物件它有多個元素 譬如說假設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就是成績輸入的一個系統的話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物件 那成績輸入系統 每一個人就會對應到它的學號 它的成績等等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多個array 來表示這個一個物件 有多項資訊的一個方式 譬如說有一個array對應到 就是每一個人的學號 或者另外一個array 就代表對應到的是每一個人的一個成績 用這樣來實現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系統 最後的部分大家也會學習到說 如果先前交到的一些資料的一個型態 都不符合你要解決的問題的話 那麼我們甚至是可以宣告自己的資料型態 自己定義說這個變數它會 它是屬於哪樣子的一個內容 然後它的資料是要用什麼格式來做表示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第七章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到的一個部分 好所以上次的部分 上禮拜有跟大家介紹過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取用去宣告這個array呢 主要就是說當我們的資料量大的時候 如果我們還是要用之前的一個方式 一個一個去把用變數把這個資料儲存起來 那麼其實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問題非常的大 你會需要很多的變數來儲存這些資訊 譬如說假設如果簡單一點就是 目前只有五個人 然後它的成績我們想要把它印出來 而且是用輸入的輸入這些人名 或是它的學號的次序 倒過來的方式來印出來 舉例來說 譬如說我先輸入學生A B C D E 依序他們的成績 那再印出來的時候 我就要從E D C B A 這樣倒過來的順序把成績給印出來 那麼我們可能會做的事情就是 用一些scanF 先把這五個人的成績先輸入進來 然後再把它倒過來給輸出出去 但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說 如果現在我們不只有五個人 而是有一百個人的話 那麼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我們就必須譬如說 這邊宣告就要宣告一百個 而這邊的scanF printF也要各寫一百次 那麼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個事情 為了要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array就發明 array就可以在這邊發揮很大的一個功用 譬如說本來我們是需要宣告一百個變數的 那這時候如果有array的話 我就是一個宣告一個integer 然後用一個中瓜弧一百 這樣就會代表說 它有一百個一個元素 所以我們就可以單純的用一行來表示 它可以儲存一百個元素的一個資料變數 那這個我們就叫做是一個array正列 好所以進到7.1這個章節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複習一下array的一些基本的一個觀念 array其實是一種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廣義來說 它是一個把相關性高的資料類 資料的變數把它集合起來的一種 就是表示方法 那他們都有一同樣的一個名字 譬如說我們就有 大家是就是學生的部分 就有學號啦 成績啊 還有自傳啊等等的 這就屬於同一個類別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集合起來 所以廣義的資料結構 裡面集合起來的這些資料 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格式的 譬如說學號可能是integer 那成績的部分 可能就會有一些小數的一個部分這樣 但是大家要特別注意到 這邊我們所探討到的array 這個正列呢 它是資料結構裡面比較特殊的一個 這個正列裡面只能夠有 同一種資料的一個型態 譬如說我宣告出來的這個正列 叫x它有八個元素 它必須都是同樣都是 一個資料型態 譬如說都是double 或者都是integer等等的 它不能夠像這個資料結構一樣 可以有不同種類格式的一個 資料變數 所以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主要學到的就是 一定要同一個變數的這個正列 大家在比較後面的一個課程 譬如說你就真的去修 那個資料結構的一個課 你就可以再學到不同的一個資料結構 來瞭解到說 怎麼樣子把不同類別的一個特性的資料把它整合起來 實際上在我們這個學期的最後一個 最後幾個單元裡面 大家也會學到一個就叫結構這樣子的一個表示方式 叫structure 那在那個地方大家就會了解 怎麼樣子把不同資料格式的一個資料把它結合起來 所以這個單元裡面 大家先專注在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資料型態這個陣列裡面就好這樣 那一個陣列它基本的一個 組成就是它的元素叫array element 所以它就是這個陣列的一部分這樣 那譬如說這個陣列我們宣告還有100個元素 那我們就在接下來我們可能就需要對這100個元素去做儲存 去做取用做一些處理 所以這邊我們就要牽扯到 那我到底該怎麼樣子把去儲存 去存取這個陣列的第幾個元素呢 那我們就需要用到一個下標的一個表示方式 譬如說像這個x中瓜弧這個0 就代表我要取用x這個陣列的D0的元素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它基本上格式就是一個變數 就是我的陣列的這個變數名稱 跟著一個中瓜弧中瓜裡面的一個數字 代表就是我要取用的陣列元素的index 好 那這個我們就叫做是裡面 中瓜弧裡面的我們就叫做是這個陣列的下標 或者直接叫subscribe就是一個index的一個部分這樣 好 所以上禮拜也有跟大家介紹到一個範例 就是說這邊我們宣告了x它有八個元素 它也有讓大家去思考一下說 如果有八個元素的話 它的第一個元素我們要怎麼取用 所以這個大家在學數位系統的時候有學過 我們都從0開始 從0開始是第一個元素 1就第二個元素 所以如果我宣告八個元素的話 最後一個元素不是x8 是x7 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八個元素去填入 指定我們的一個初始值 那我們也可以在後面的單元會看到 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 再做一些運算 好所以這邊要注意到 這是第一個元素 這是最後一個元素 它們的subscribe 它的index 是分別是0跟7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範例裡面大家就看到了 就是怎麼樣把這八個元素來做一些處理 包含我把它印出來 指定一個數值存到x3裡面 然後把它加起來 比如說這樣子加起來之後 原本的正列的數值是長這個樣子 那在這講義裡面 額外幫大家整理 也就是做了上面這個運算之後 它會變成下面這個樣子 比如說sum它說叫做x0加x1 就是16加12.0 也就是28.0 那它再過來會再加等於x2 也就是它就會去加x2這個部分 也就是再加這個6 它就變成34.0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一個部分 呃 再舉一個例子 x3的部分 加等於1.0 就是把x3再加1.0 就是8再加上 呃9點 就是再加 本來是25 然後這邊就再加1 變成26.0 所以這邊大家就會看到 它是26.0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讓大家看一下 呃重點在於說怎麼樣子去取用 呃不同的一個index 來抓不同的元素的正列 正列元素的數值做一些處理這樣 好所以大家回去的時候也可以去 呃推導一下為什麼 這個正列後來的數值 在經過上面的運算之後 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呃 剛剛有提到在正列在開始被處理之前 我們需要先讓它有初始值 這個動作我們叫做初始化 initialization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它會有幾種可能的初始化方式 譬如說第一種就是我們在 宣告的時候就把它的值給填入 譬如說這邊呢我們就是 呃宣告一個正列 啊這正列它有這些元素 所以當我們這麼在吸語言裡面這麼寫的時候 Compiler這個變譯器就會幫我們把這一個 呃把這些元素做成這個正列的一個初始值 或者我們也可以像下面這個一樣 它是宣告一個自圓的一個正列 譬如說這個叫 this is a long stream 那它其實是一個叫做自竄 叫Stream 自竄在比較後面的地方也會有更詳細的一個介紹 大家之前也有學過 基本上自竄就是由自圓所組成的一個集合 那我們就可以宣告這個正列叫character 是自圓的一個正列 那我們可以多加這個部分 更清楚知道它是一個正列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可寫可不寫的 甚至你這個裡面也不需要去寫它有幾個元素 只要你把這個初始值的內容寫好 Compiler就會自動去幫我們 宣告一個適當大小的一個正列這樣 所以比較詳細的文字描述 這個課本也有 大家也可以看課本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很明確的宣告出來 這個a有幾個元素 譬如說就五個元素 因為aSize這邊定義為5 或者我們就直接寫這樣子 一個中刮弧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把這個字圓的一個正列 Size給指定好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去再仔細參考一下 這文字的一個部分 這文字主要是秀在這邊讓大家 稍微看一下有這個東西 那回去的時候大家可以再仔細參考一下 課本或是講義的一個部分 中間這邊有跟大家介紹說要怎麼樣去取用每一個元素 基本上就是前面幾頁我們所跟大家介紹的一個內容 好 那這邊是一個練習 讓大家去思考 就上禮拜也有讓大家去做一下練習 就是如果我這樣宣告了 那麼代表意思是說 這個正列有幾個元素呢 然後這邊每一個正列它是什麼樣的資料型態 如果我要去取用這個正列的第一個 以及最後一個元素的話 我該怎麼去取用 所以上禮拜有讓大家去思考過了 大家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再稍微複習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這樣子宣告的話 那就代表這個正列名稱叫list 然後有八個元素 每一個都是integer 如果我要取用這個元素的第一個正列 第一個元素跟最後一個元素的話 從0開始 所以這個第一開始的這個元素 就是list0 最後的元素就是list7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再參考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這個禮拜 比較新的一個部分 就是 接續前面所講的一個內容這樣子 所以剛剛有提到 如果我們要取用這個array的某一個元素的話 主要是透過subscript這樣子的一個格式 這格式是什麼呢 就是在正列名稱後面加上一個中瓜弧 然後中間有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就代表你要取用第幾個正列 所以譬如說 剛剛前面看到的八個元素的一個x正列 我可以取用它的第三個元素 我也可以取用先設定一個變數叫做i 然後用i加1去存取某一個正列元素 譬如說這個i我可能運算出來答案是4 這邊加1的話 那我就會去抓第五個x5的元素 數值出來這樣子 所以是這樣子來用的 那這邊是課本上有可以看到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範例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一開始呢 這i是5 那我這邊就有一開始去取用x的第四個元素 然後 然後 把它印出來 譬如說這個 它印出來x4 在這個格式裡面 它就小數點後一位而已 所以它印出來譬如說是2.5 那這個i等於5 它就印出xi 就是x5的一個數值 這邊來看它是12.0 接下來我們可以去 根據i的一個數值 去把它做加1 或者是甚至加i 譬如說這邊加1 或是加5 或者是用i加1 去存取另外一個元素 譬如說i加1就是6 所以去抓第六個數值 或者是 i加i 就5加5等於10這樣子 好 那我們也可以呢 就是把x4的數值 這邊可以看到 顏色比較不一樣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比較特別的一個範例 因爲克什 它是一個小數的一個數值 所以我如果要用這x4呢 去代表新的index數值的話 我可以先用這個括弧integer 去把這個小數數值 強制 轉為一個整數 所以譬如說它本來是 2點多的話 那我就把它變成是2 然後再去抓這個數值出來 其他的部分 這個大家就也可以 再仔細參考一下 基本上來說 這邊這個重點就在於說 大家知不知道要用 怎麼樣子去取用正列的 某一個數值 這個subscript可以是單純的數值 也可以是 用變數運算出來的結果 這邊甚至還可以用乘的這樣子 所以大家回去的時候 可以再參考一下 這個就是7.2的一個內容的這樣 到目前為止應該還算 蠻簡單 因爲到目前為止講到的 都是它的一些 基本的一個觀念這樣子 好 再過來呢 就來跟大家講 介紹這個7.3的一個部分 7.3主要是要讓大家看一下說 當我們把這個正列 宣告出來之後 想要給它的初始值 是不是真的只有說 在宣告的時候 慢慢一個一個寫呢 這樣會不會太過的 耗費時間 有另外一種方式 可以節省大家 初始化一個正列的時間 或者甚至是取用正列 來做一些運算的時間 基本上就是用到 LOOPS 譬如說這邊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用4LOOPS來做 譬如這個範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叫SQUARE的一個正列 它用了一個4回圈 來把這個正列裡面的數值 它的初始值 就是它正列 index的平方 那它就用 i等於0到它的size 把正列裡面的每個數值 都給它初始值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 像0的話 它的初始值就是0乘0 就是0 2的話 就2乘2等於4 然後71的話 就7乘7等於49 一直到10 它的初始化數值就100 所以這個大家也可以在 不管是作業 或者是期末的專題裡面 大家就再去把這個 利用這個方式 來快速的指定正列的一個初始值 好 那這個數值有了之後 我們就等於有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儲存空間 來儲存相關的一個資料 這是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正列主要的目的是 要來儲存相關性高的資料 那我們把它 全部集合在一起 這叫正列 因為它的相關性是高的 所以你把它的 數值儲存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來做一些 統計上的一個分析 來看看說這些相關性高的一個資料 裡面到底呈現的是 什麼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 做相關的一個處理 比如說統計上 我可以算平均值 可以算標準差等等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正列儲存完之後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做這個處理的部分 好 所以下面會跟大家介紹一個範例 它就是把這個正列的值 儲存進來之後 它去計算這個正列值 跟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種 就是平均算出來之後 我每一個數值 跟它的一個差異有多大 它不太像是標準差 等一下也會講到標準差的一個部分 它就是單純的表示說 假如有10個元素 平均出來的數值是5 那到底我這10個元素 跟這個平均值5的差異有多少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它相關的code 同樣就跟大家介紹比較重要的幾個部分 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他詳細的code coding的部分 大家就回去再看 所以這邊它定義了一個變數 叫maxima item 就8 代表意思就是這正列最多 就是8個元素 那就宣告了一個正列 它就是double 就8個元素 接下來它就把這8個元素 用一個for回圈的數值 把一個一個儲存進去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scanf在先前所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需要去 把某一個變數用and的方式 儲存進來它的數值 所以在這邊也是類似的一個觀念 我們用for回圈把這個 每一個我們要的數值 存進到這個x這個array正列裡面去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同樣做初始化 我就應該說 我就再做一個事情 來做它統計上的分析 譬如說我可以把它的 每一個數值的平方向給算出來 所以我就針對每一個這個 正列的一個數值 去計算這個所有正列數值的總和 以及它的平方的總和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每一個x i做平方之後 把它做相加 同樣也是做8次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就有了 這8個數值的總和 以及它的平方向 那就可以接下來看說 我們是要對它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我可以求它的這個 平均值 也就是把它總和除以總數8個 也可以算這個標準差 所以這邊大家就要再稍微複習一下 看一下什麼叫做標準差這樣子 公式在這一邊這樣 基本上來說 這個是sum square的部分 到時候還要再做一個開根號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先把每一個項的平方加起來 然後去扣掉平均值再開根號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這個標準差的一個部分 平均值算出來扣掉 平均的平方開根號 這個標準差 在這個範例裡面 基本上就是先算出這個而已 這邊印出來的這個範例是 它輸入了8個數字 16 12 68到-54.5 算出來它的平均值是2 標準差它也算出來了 除此之外 它也把它列出來 每一個元素跟 它的平均值之間的一個差異 平均值是 這邊看起來是2 所以16-2是14 這樣一齒類推 這樣子 所以 這個方式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是不是在你的專題裡面 你會需要 去把這些 你輸入的資訊整合起來 在一個array裡面 那 平均值 標準差 跟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對你的專題的問題來說 是不是有意義的 如果有 你就可以直接參考這邊的範例去實作 你也可以看這邊的範例去學習到 它怎麼樣把這陣列拿出來做一些處理 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一個蠻好的一個 範例可以讓大家做一些學習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大家就回去的時候 可以再參考一下 怎麼樣子 再把這個陣列的元素 做一些處理 好 那課本裡面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說 它有一個蠻好的一個地方 是它會有一個表格幫你去追蹤 這個程式每一步執行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邊同樣也有這樣的表格 這邊是你的程式裡面有的一些描述 這邊是 從上到下是每個步驟 做了每個步驟之後 它一些變數的有變化 譬如說包含 i會變多少 xi的數值是多少 所以基本上 i就是在這個程式裡面 它的index 一開始是0 那我輸入了一個16.0 存到xi裡面 那sum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 你現在有的值給加起來 所以你存了一個16sum 自然就是16 它的平方向的和 就是16.0的平方256.0 這個都還蠻簡單的 沒什麼 再過來就是 那輸入接下來的第二個元素 i等於1的時候 要輸入一個12.0 所以sum的話 就是16.0 再加12.0 28.0 那平方向就256.0 加上12的平方144 加256 400 所以用這個方式 它就可以一步一步的 trace 追蹤每個變數的數值 是不是跟我們所想像的 是一樣的 那這部分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大家 如果你的程式 最後答案是錯的話 那大家要學習到 怎麼樣去追 去偵錯 debug debug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去追蹤 你覺得哪一個步驟 它可能是會有問題 那你把那些步驟的數值 都列印出來 像是這邊所做的一樣 每一個步驟 看看說 我一個數值輸入進來之後 輸入的指是正確的嗎 加起來的核是對的嗎 以及它的平方向是對的嗎 如果這些都是對的 那應該就沒有道理 你的答案會是錯的 所以如果你的答案有錯的話 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麼部分 出了問題這樣子 好 接下來部分呢就是 也是一個考戶的一個練習 讓大家來先看看 大家對於前面所交的一個內容 基本觀念的部分 是不是有些了解這樣子 所以待會就大家可以做一下 這個部分的練習 測試一下大家自己的一個了解 解的一個程度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就要講一些比較 進階的一個部分 就是從這個7.4的一個部分 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學會了一個array 怎麼宣告 怎麼給它初始值 怎麼對它做一些統計上的一個運算 好 那有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拼湊出來 組合出來一個更 可以說更複雜 但是也可以解決更實際問題的一個程式出來 所以接下來大家會逐漸的看到 有了這個array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丟給別的function 去叫它幫我處理一些東西之後 再把這個數值給丟回來這樣子 讓我的程式看起來 分工更清楚 那整個結構也看起來更清楚 知道說哪個程式是要做什麼事情的 好所以在7.4這一邊呢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其實這個array的element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是function的一個 變數argument 就是可以丟到function裡面 不管是拿來做input 讓它去做運算 還是說呢拿來做當output 你一些數值運算完之後 把它存回到這個array裡面 像這個部分的一個運算的話 scan這個呢基本上就是把scanf 我輸入一個數值 把它存到array的第1個元素內 所以這邊大家要注意到呢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位子 因為我們把這個指標加上一個end 就是它就是一個位子的一個 這個陣列的元素的一個位子給它 那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個function呢 譬如說這樣子來寫 這樣子來寫意思呢 這邊大家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標紅色這部分就代表 這一個陣列元素是被拿來當output使用的 因為呢我們把這兩個元素的位子 都給這個function了 加上一個end就是丟位子給它 這個在交那個指標那個單元的時候 跟大家特別說明到 加上一個end就等於是你把這個元素 這個變數的位子給它 那有了位子之後這個function 就可以任意的去修改它的一個數值 所以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基本上來看我們可以知道 它是把x0當成input丟進去之後 再去對s1、s2做一些處理 更新它的數值寫進去 所以它是一個output指標 這個大家也可以把它做筆記把它寫起來 所以如果用一個圖來表示的話 這個function do it 就是前面的這一個 那基本上來說就是有第一個argument 1 就是這個x0 x0可能是從main function過來的 它丟x0過來給它 然後這個function根據x0 再去做一些處理 那它的第二跟第三個argument 就是x1跟x2 它是連結到 就是連結到原來的這個 譬如說是main function裡面的x這個陣列 讓我們可以透過function do it 來更改x1跟x2的一個數值 所以在課本裡面 大家如果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圖的話 這個箭頭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它們兩個是連結的 我在這裡寫了一個什麼值 它就會更改到這邊s1跟s2的一個數值 注意到當然這個你這樣子寫之後 你也可以同時存取到s1跟s2的數值 你也可以拿s1的12.0跟6.0 你拿來這邊做一些運算 只不過它跟這個argument1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argument1 你把某個地方複製過來 譬如說x0 複製過來之後這個16.0 就跟它沒有關係了 你這邊要怎麼做一些修改 都不會改到它 除非你是像這個樣子 加上一個end的一個描述之後 你才可以去修改它的一個數值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也可以再參考一下 就是稍微複雜一點 但蠻實用的 你可以把這個變數 加上把它的位置丟給它 然後去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好 這邊一個簡單的一個練習 來看看大家 對於剛剛所教到的這個觀念 是不是有掌握到這樣子 好 這個範例是想要請大家 就是 裡面的部分就是我給你一個正列 然後我想要請大家就是 只要計算這個正列裡面 激數 激數個index的部分的總和就好 譬如說這邊有0到5 我只想要請大家算 1 3 5的一個數值 請大家來練習看看 我們怎麼樣子呢 就是寫一個程式 譬如說你可能會想說 就要用一個for loop 那把這些元素的數值加起來 那這邊的關鍵就在於說 我們怎麼樣子去取用這個元素裡面 激數項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個是這個問題的本身這樣子 就是 我只想要取這個激數項出來做使用 那我可以怎麼寫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基本上來說呢就是 我要取激數項的話 運算上就是 我要做一些處理 然後讓我的這個index出來一定是激數 激數有一個特性就是 如果把它去 譬如說除以2 如果它的余數不是0的話 譬如說是1的話 它就一定是激數 所以譬如說1除以2是1 那3除以2余數是1 5除以2余數也是1 但如果是偶數4除以2余數就是0了 所以在這個程式上面呢 基本上來說就是 那我就可以做這個事情了 如果 我用一個for回圈 如果這個i呢 它mode2等於等於1 也就是說 它是激數的 剛剛修正一下 這邊要做的事情是說 如果裡面我所儲存的內容是激數 不是它的index是激數這樣 如果儲存的內容是激數的話 那我就要把它加起來 所以有可能你現在 這個問題是說內容是激數 你也可以說 你只想要取這個激數項的一個合 合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內容是激數 譬如說那我就取 iList的第1個元素 一個一個看 看它mode2是不是等於1 如果是的話我就把它加起來 這樣就很簡單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的觀念就是說 你要怎麼取出激數項 你怎麼確定說 那個抓出來的一個數值 是數值要激數 還是你要抓的這個項的index是激數 這邊用一個for回圈來寫的話 你整個code就會很簡單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7.4的一個部分 好 再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7.5的一個部分 剛剛有看到的是我把這個 正列的某一個元素 當成function的某一個變數 丟進去然後去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 這邊要看到就是我甚至可以把整個 正列丟給一個function 不是一個一個傳的 就我希望譬如說我這正列數值很多 如果要一個一個傳那個變數 那我的function又要寫很大了 這邊有一個很方便的做法 你就把整個正列丟給那個function去做 這個就是這邊所謂的 這邊要交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把這個function呢 可以把這個寫一個function 用array當整個array 當成是它的一個argument這樣子 好所以有了這整個array的argument之後 你這個function就可以有非常高的彈性做處理 譬如說你可以把這個 正列的一些元素 或者是全部的元素 拿來做一些運算這樣 好 所以像是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邊寫了一個fuelarray 就是我要去 顧名思義就是我要把array的數值 填入一些特殊的一個數值 那我就把這個list的這個array 整個丟進來給這個fuelarray 這個function裡面 就只要這樣子寫就好了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就是 這邊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array的名稱本身就是一個指標這樣 所以這個list的就是一個指標 我就到時候呢 在main function那邊呢 我就看我宣告的array名稱叫什麼 譬如說叫A 那這邊呼叫這個function就是 一開始要看你的正列是什麼 名稱 然後它的元素是多少 然後它的 你要給它的一個初始值 那我就把這個 剛剛說嘛 我們假設main function那邊 宣告了一個array 叫做A 那我要呼叫它 我就fuelarray 刮虎A 譬如說有十個元素 豆點十 最後一個是我想要讓 這個array的每一個元素 它的數值是多少 譬如說就是0好了 然後最後我就填0 所以這邊要注意到重點就是 在宣告的時候 這樣子寫 代表的意思是 它會接受一個array 可以整個array進來這樣子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那我就可以說 那我就用一個for回圈 用這個inValue的值 把它一個一個丟進來 那 當我完成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main function的那個array的數值 也跟著被更新了 所以這邊有個重點 就是這個list的這個中刮虎 它是一個output的一個argument這樣子 我可以把這個array抓進來 然後填入我要的數值之後 再把它扔回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叫做這個意思 如果要一樣用這個圖 來做表示的話 譬如說我現在有個array叫x 它就只有五個元素 然後我希望這五個元素的數值都是1 那麼在main function裡面 我要去呼叫這個fuelarray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子寫 就是x豆號5豆號1 代表我要把x這個陣列 扔過去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看到 然後在這個 本來main function在這裡這樣 那它就把x扔過來 叫做list list是連結到原本的這個 x這個陣列的 同時我們也丟了這個5跟1過來 所以它就會用這個1呢 把它的這個數值一個一個填入進來 所以最後這個x的陣列數值 也會跟著被修改成都是1這樣 所以這邊是說 跟大家講怎麼樣子 把這個整個array 可以扔到一個function裡面去 來做這個處理這樣子 好 有一種特殊的情況是 我其實這個function 我雖然會想要接收一個整個array的一個數值 但是我其實只是想要拿這個array的數值 全部的數值來做一些處理而已 我並不希望就是 就是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它會更改到我原來array的數值 這樣的情況可能譬如說 比較容易發生在 如果我的code要去整合bm的code 像是大家期末專題要做的事情一樣 我寫好的一個array的數值 好不容易算正確了 然後我要扔給另外一個組員去做 那我希望的事情就是說 我就把這個array扔給你 你去做處理就好 你不要千萬不要改到我的這個array的數值 要不然我可能整個程式會有問題 如果是有這樣的考量的話 那麼接下來就是一個方式是 它有一個特殊的格式 可以確保你這個array呢 扔進去的時候 跟西語言講 它的compiler說 這個array只能夠取用它的數值 不能更改它的數值 所以這個就是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部分 它可以通知這個compiler說 這個array只能當input 你不能更改它的數值 那這個特殊的格式就是在 你丟那個array進去function裡面的時候 然後在array的名字前面 再加上一個const const其實就是const的意思 也就是定值 就是一個固定的一個數值 所以就是加這個東西 那個例子來看可能大家會更清楚這樣 譬如說這邊我們要寫一個function 叫getMaximum 看起來就像是 應該是說把這個陣列裡面的元素 比較看誰最大 然後把它抓出來 所以在這個getMaximum裡面 它也是會輸入一個陣列 但是要注意到 因為它只是要去這個陣列裡面 把最大值給抓出來 所以它 其實就不會需要去更改到它的數值 所以我就在這個呼叫前面 加上一個const這樣子 const integer list 代表意思就是說 這list你不能改它的數值 你只能讀取它的數值 所以這樣子寫之後 這個程式裡面 萬一你如果真的去改到它的數值 那這個compile就會通知你 這個程式是有 是錯的這樣子 基本上它就拿進 拿這個list進來之後 看現在誰是最大值 用一個forward圈 一個一個跟這個比 看誰比 他大就更新它的數值 等到全部的數值都比完之後 最後這個currentLarge 就是最大的 再把它 return 回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就是加上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確保 你扔過來的這一個 陣列它只能夠讀取 它不能夠被使用 不能夠被更改數值這樣子 好 那當然如果你把這個 function 就是 這個 function 把這個 array 接收進來之後 你也可以把這個 array 當成是個 output 所以就是基本上來說就是去 可以更新那個數值這樣子 所以 剛才圖就長這個樣子 你有一些 input 之後 你可以把根據這 input 做一些運算 然後寫到一個 array 的結果裡面 它就把它當成 output parameter 所以這個剛剛 前面的部分有跟大家介紹過 這邊就不太仔細講這樣 所以把它綜合起來看 這邊就是一個範例 譬如說我這邊希望把兩個 array的數值加起來 更改到另外一個 不同的一個 array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宣告上面 argument 1跟 2 它都是 const 所以代表我只能夠拿著 1跟2的數值出來而已 那我把它拿出來做相加之後 寫到這個陣列 這個陣列是一個 double的一個 一個 output 的一個陣列 代表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我可以更改到這個 ar sum 這個的陣列的一個數值 這三個裡面只有這個我可以改 好 用這個 n 代表是我有多少個 呃 這些陣列有多少個元素 要去做這個相加的動作 放在這個 for 圍圈裡面這樣子 所以這邊剛好這樣就最清楚了 到底哪個陣列可以改 還是不能改 不能改要怎麼改 這邊可以看得到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大家也可以再參考一下這樣 呃 這邊看到就是說 這個 argument 1我可以拿到這個數值 但是我不能更改 我可以把這些數值加起來 1.5加2.0寫到這裡來 2.2加4.5寫到這裡來這樣子 所以 呼叫上面 main function就是 我就呼叫兩個陣列進來 但是兩個陣列是 const 的一個格式 所以你不能夠改他的數值 好 再讓可以讓你改就是這個 x plus y 這一個這樣子 好 目前為止我們討論到 呃 其實有一個假設就是 我要處理的這些陣列呢 他的大小是一樣大的 譬如說 剛剛說的兩個陣列要加起來 那這兩個陣列 譬如說都有8個元素 或都有10個元素 但 實際的問題裡面 可能有的陣列的數值 個數比較多的 有的是比較少的 譬如說 呃我可能 可能我這個 我這個陣列是要去 算100個學生的一個 平的成績的平均值 好 那 但是另外一個陣列呢 我其實只有要 我要存另外一班的一個平均值 所以有兩個班這樣子 所以 譬如說假班跟乙班 兩班的學生人數不一樣 好 那這樣我寫程式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宣告這個陣列的數值 如果宣告不夠大 譬如說假班 50個 乙班60個 如果我只宣告50個的話 乙班我就有10個人 沒有辦法輸入進去 所以通常我們就會取一個 把這個陣列宣告比較大的一個數值出來 譬如說都宣告60個 或是宣告100個 確保我不會有數值輸入不進來 但這樣子一個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我宣告比較大 譬如說100個 陣列元素 但其實我只有用到60個 所以 我就還有40的空間 還可以再存別的地方 別的東西這樣 但是 我們需要先知道 到底我這個陣列用了多少個 元素 它是有值的 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就叫做 partially fill的一個array 這樣 這陣列100個裡面 我不是每個都有數值的 我只有用到部分的 那 這個陣列就有比較多應用 就是說 有些它有填值 但有些是空著的 譬如說之前有60個 40個是空的 那我們就需要 知道到底有幾個空的 讓我可以做接下來的一些處理 所以前面這些 就是我剛剛所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陣列不一定都會是一樣 大 那 如果我宣告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數值 我就需要去追蹤一下 看說 實際上這個陣列裡面有多少個是使用的 換句話說 就是有多少個是還沒被使用的 所以 這個就叫做 keep track of 就是追蹤 就是這樣子 我就可以 去知道說 我現在還有多少可以用 已經有的這部分 它的陣列元素 應該是從第0個 譬如說到第59個 之類的 這樣子 好 好 所以 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在function上面 我就可以說 那我就 給我一個陣列的一個 數值這樣子 那我就把它 填入一些數值之後 回報給你目前的陣列 以及它現在大小 它現在這個陣列有數值的個數 有多少個 這個叫size 這個部分 所以像在這個function裡面就是 我就會給你說 基本上這個是我宣告這個陣列的一個最大值 譬如說100 那這邊會有一個說 我什麼時候要結束這個資料的 資料的輸入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幫 這個程式就會幫我輸入 數值到這個陣列裡面 我宣告它是double 而且沒有count的代表我可以更改它的數值 然後有個另外一個integer叫做這個 是一個 指標 好意思就是說這個數值存完之後還可以 我會更改到 main function的某一個變數的數值 這個數值其實就是我這個array的size 有效的size 什麼叫有效的size呢 就是這個array裡面 它有多少個元素是有值的 好 所以下面的部分 前面這個部分就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 就是我可以宣告數值 一個一個讀進來 直到譬如說我這個data 如果 我輸入的數值是-1 就代表我這個整個數值 輸入結束了這樣子 這邊宣告完之後 那 只要這個status不是-1 不是1的話 如果是1就代表它是有效的輸入 要不然就是有一些error這樣子 然後把它存進來 把這個data存進來 i也++ 這邊要注意到就是在 大家也可以記一下筆記 i就代表現在這個陣列已經存了幾個數值 因為它每存一個數值它就會加1 這樣子 所以最後這個i 等到全部都做完了 它就是目前有的 譬如說60個學生 i就是譬如說59 加到59這樣子 最後這邊有一塊 就是它就把i的值給這個變數 透過指標的部分把它傳進來 所以這個就會更新成就是我現在這個array 有的一個有效的一個size 這樣子 好 所以下面的部分就是一個測試 就說 那我就 這個 這個function叫 feel to sentinel 所以就是 我就把這個size多大 譬如說我宣告一個size 那這個看說譬如定義是-1這樣子 然後把array丟進來 然後看有多少目前有多少個元素是有使用到的 然後把它一個一個印出來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 去試著 輸入一下 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好 這邊 根據這個觀念大家也可以做一些練習這樣 這個練習就是說 請大家呢就是 我輸入兩個array 這個array不一定是多大 不一定是一樣大的 但是我會跟你講 我需要去 處理這兩個array的幾個size 這個叫effective的一個size 請大家呢就是 幫我把這兩個array的前幾個元素給加起來 譬如說 我就請大家加前三個元素 一個是5-17 另外一個array可能是24-2加起來 就是735這樣 所以重點在於說 其實我現在 沒有說這兩個array一定是一樣大的 但是我只想要 去取呢 就我跟你說一個有效的size是 就是一定這兩個array在這個size裡面一定都有值 譬如說前三個前五個這樣子 這樣子我要怎麼做呢 譬如說就像出來的code就會長這個樣子 我要去抓A跟B的值 但是都把它當input就const這樣子 抓出來的數值寫到c這個陣列裡面 這邊有個n 代表就是我要抓幾個數值 所以下面這邊就有一個for回圈i到n這樣子 把ai加上bi的數值寫到ci 所以同樣這邊 再複習一下就是有兩個 觀念這樣子 就const就是這個 就是當input用 這個是output parameter這樣子 用一個n來代表 我沒有要存取到 不一定會存取到這兩個陣列的所有元素 就是它的前幾個元素而已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也可以再參考一下這樣子 好 大概就是接下來的一個部分 先跟大家講 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講的這個內容 其實是叫做堆疊這樣子 這個堆疊的話其實是要 它是有一個應用所在的 這個堆疊下禮拜 就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會進行發考卷 然後看期中考卷 看到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下面的部分就下禮拜再跟大家做介紹 但我可以先跟大家講這個動機的一個部分 這堆疊的部分就是說 它是一個特殊的資料 儲存跟取用的一個 一個結構這樣 它的堆疊的中心思想 那觀念就是說 我丟資料的時候 我會照某一個順序 就譬如先存1 先存2 但是它取出來的時候 它會照 它會有一個效果是 它會先進去的元素 會會 最後才被拿出來 後進去的元素呢 會先出來這樣子 有點像是 我們 有一個大家可以想像有一個容器這樣 我一直扔 塞衣服進去 塞第一件衣服 第二件衣服 第三件衣服 那我們會發現如果 如果最後要拿我第一件塞的衣服的話 其實它是在最下面 它最後才被拿出來 最後一件塞進去的衣服 會最先被拿出來 這個資料結構就叫做堆疊這樣 這堆疊可以拿來用在好幾個地方這樣 其中一個可能比較容易理解的 就像是如果我想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我輸入了一個字串進去 按照 反正就是它的一個順序 叫program 我希望大家呢 請大家幫我把這個字 依照我輸入的順序 倒過來輸出出來 比如說是 p-r-o-g-r-a-m 輸出就要變成m-a-r-g-o-r-p 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做這樣子 像這種你要處理的這個資料 或是輸出跟次序有關的問題 你就可以思考到說 如果你接下來學完這個堆疊之後 你就可以看看說 堆疊能不能幫我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有堆疊的話 先進來的 就是p先進來 它自然就會最後出去這樣 m是最後進來的 它就會最先出去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你只要把它 用堆疊的方式儲存這個東西的話 那自然你按照它的順序 一個一個拿出來 它就會是這個數值 好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要使用堆疊的一個動機這樣子 那下禮拜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堆疊的一個部分這樣 這個就是它的觀念這樣 先進後出 或者是叫做後進先出這樣 好 所以這個部分 就下禮拜 再來跟大家做說明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就來準備發 就是讓大家看看說其中考卷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好